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王志安在臺灣靜坐這時 捅了馬蜂窩 重磅 英國鋼琴家要放大絕招了 網友就這麼幹 老兄 王志安丟人丟大了 明確違反法規 移民署將依法開罰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月24號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王志安在臺灣靜坐這時 捅了馬蜂窩 阿波羅網孫瑞厚報導 日前 中共前央視調查記者王志安 在臺灣賀龍夜夜秀節目中 模仿嘲笑臺灣罹患罕見疾病的民進黨 部分區立委候選人陳俊翰 遭到臺灣以及全球正義人士批評 目前節目方已道歉並下架該節目 王志安拒不道歉 23日 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表示 該節目邀請他國人士評論臺灣選舉 更以善效方式影射站臺人士 民進黨對此惡意言論深不以為然 並予以譴責 聯合報導 陳俊翰1月24日受訪時 對王志安的言論表達遺憾 認為王對障礙者極度缺乏同理心 他強調 臺灣是民主社會 障礙者願意參政 應受鼓勵 陳俊翰還說 王志安來自中國大陸 沒有嘗過民主滋味 難以瞭解民主真正的意涵 不該對臺灣選舉指指點點 甚至認為臺灣選舉現象很落伍 《三立新聞》報導 醫師作家蔡依成直言 這次的爭議和新問題在於 中國跟臺灣已經是文化上完全不同的國家了 蔡依成指出 在中國大陸 殘疾是你活該 你就是社會上的失敗者 國家沒有義務 沒有必要幫你什麼 國家的資源 紅二代與共產黨員先享用 你殘疾還上台 就是handicapped porn 是利用別人的同情去得自身的利益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想說出這種話 因為權力結構 蔡依成說 在中國 人民沒有選票 真正的權力核心來自於軍隊與武力 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是暴力與恐懼 所以所有人都要往上爬 爬到變成公務員 爬到變成共產黨員 爬到變成習近平 都還是不能享有安全 你爬不上去 是自己沒本事 不管是因為肢體限制 還是疾病 還是家事 還是錢 還是背景 你爬不上去 就是沒本事 活該 臺灣則不一樣 民主選舉表示權力在人民手上 在每一個人民手上 國家是為了人民而存在 是人民給予授權 所以不管你是男生 是女生 是高的 矮的 胖的 瘦的 肢體是否方便 你都是這個國家的人民 你有納稅義務 你有投票權力 你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 蔡依成表示 調查記者是一個國家的良心 這位前央視記者 還沒那麼服膺中共 是被權網封殺的 表示她的確還有一點調查記者的樣子 但王志安的言論 依然很清楚反映了中國人的良心是什麼樣的 當然 你也可以說中國人也是受害者 是中共獨裁專政的受害者 這部分我沒意見 但我們一般是用行為跟言論去定義一個人就是 子曰 聽其言 觀其行 財經網美胡彩平則說 回想他在中國的時候 見到最多的身障者是乞丐集團 他們在地上爬 露出殘缺的私之乞討 或許在王志安這樣的人眼裡 這些人真的就是在表演可憐與正德生活 但是在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身障者受到幫助 受到鼓勵 有專門的資源 大家願意為他們著想 而不是嘲笑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用經濟利用 用戰爭威脅 也都沒有辦法動搖我們的國家 因為我們是真的很喜歡這樣的生活呀 冷山時評說 鑑於王志安過往對鐵獵女 唐慧 胡新宇 彭仔舟 聶樹斌 法輪功等受害者的誹謗和攻擊 建議大家集中舉報王志安的YouTube和推特 直至封號 或對其進行起訴 知名網紅文昭說 給臺灣朋友提個醒 如何見別大陸背景的外邦友人的話術 談臺灣民主的成就 效率和開票唱票的程序公正 認真和其他國家做對比的是真朋友 是真正關心臺灣命運的朋友 是與熱愛自由的臺灣人站在一起的朋友 以談香音 香情 家鄉風味為主 動輒把大家都講中文掛在嘴上 打血濃於水感情牌的 以及不識陰陽怪氣 拿小事細節做發揮 比如候選人敗票的敞篷車又怎樣了 這種人一定要提防當心 這是大外宣的常見話術 重磅 英國鋼琴家要放大絕招了 網友就這麼幹 老兄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日 英國知名鋼琴家 在油管上有著數百萬粉絲的布蘭登·卡瓦納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這是因為他在倫敦百貨商場直播時遭小粉紅騷擾 一些手拿中共五星旗的小粉紅不僅要求鋼琴家遵守中共國的法律 還對他無理的大吼大叫 目前 他在油管上發布的視頻 觀看次數已經超過546萬 留言超過55000多條 而他的其他同期視頻 則只有10萬至20萬的觀看量 他的頻道訂閱人數也在直線上升 隨著事件發展 讓無數網友較好的一幕出現 這位鋼琴家學會了日本中華西太后餐館的大絕招 油管頻道China Insider with David Zhang 23日發布了一則視頻 向觀眾介紹這位英國的鋼琴家在與中共的宣傳人員對峙 在評論區 鋼琴家留言說 非常感謝這個精彩的視頻 他為我解開了許多謎團 我現在要買我的小熊維尼T恤 並將印上8964最美好的祝願K博士 現在這一絕招已經被英語民族所瞭解 卡瓦那先生獲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熱情支持 包括烏克蘭 香港 台灣 菲律賓 美國等各地網友 一位西人網友說 現在 我想會有印有小熊維尼和8964的T恤衫出現 另一位也說 在哪可以買到這樣的T恤 更有人感興趣地說 真的嗎 你是認真的嗎 期待在你上傳的下一個視頻中看到你的裝飾 保重 我們喜歡你和你的作品 另一位也說 就這麼幹 老兄 還有人給他打氣 堅持自己的立場 不要屈服 這是你的國家 不是中國 哦 那個女警官太可笑了 她就像個小丑 來自堪薩斯城的問候和支持 王志安丟人丟大了 明確違反法規 移民署將依法開罰 前中共喉舌央視記者王志安因在台灣進行非觀光活動而引發爭議 他原以第三地陸籍人士身份獲得觀光簽證來台 卻從事了採訪和露營等工作 台灣陸委會確認 王志安的行為違反了相關法規 將會依規定處罰 ET Today新聞雲報導稱 陸委會在與移民署聯繫後做出了這一決定 三立電視台報導 移民署將對王志安進行管制 禁止他一定期間內來台 王志安此前曾於2023年10月訪問台灣 參觀了國民黨總部 並出席了兩個網絡節目 今天阿波羅網夫頻道視頻內容是 殺氣騰騰 朱立案協議人孫維穎向招曝 澳4萬人請願將其遣送回國 習近平撕毀玫瑰園協議 網攻美國內幕 烏克蘭核談條件再加俄廢核武 普京不會放棄以征服土地 俄軍會在這時耗盡大殺氣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的視頻 請您的訂閱 我們分享給我們 您的視頻 會不會